薄熙来事件爆发后 中共高层对军队动向表现出空前的紧张 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媒体不断的发表文章和社论 呼吁军队听从党指挥 而两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也纷纷到各部队视察 强调部队一切行动坚决听从胡主席指挥 态势与当年林彪事件后十分相似 中共喉舌新华社4月25号报道声称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日前在驻河北部队调研时 再次强调坚决贯彻胡主席决策指示 另一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在总后勤部部长廖西龙和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陪同下 调研驻京军队院校时提出的论调与徐才厚类似 还有消息说 中共军委目前正要求军队各大军区明确表态 支持中央对薄熙来的处理决定 并紧密团结在以军委主席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等 六四后流亡海外的民运学生领袖风从德认为 中共一向强调要占领舆论阵地的笔杆子和使用暴力的枪杆子 虽然中共常常黑箱操作 但不难看出 这次中共军队内部出了大问题 一般按照对中共的公开的信息的解读的话 他们要强调什么表示这个事情有问题了 比如说他要强调现在应该安定团结 就表示现在已经很不安定团结了 如果现在强调军队要应该与中央保持一致 那就是表示有一些军队已经跟中央不一致了 最近网上流传军中多位太子党因薄熙来案件受到影响 而文革期间很多高干子弟从军 如今军中可谓遍布太子党 现在有消息说 原本有希望晋升军委职务的总后政委刘元 二炮政委张海洋 总参谋部常务副总参谋长张沁生 以及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霞等人 都因为与薄熙来关系密切而前途不明 其中刘元是刘少奇之子 张海洋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之子 张又霞是开国上将张宗迅之子 不过作为李先念女婿的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中将 他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中撰文强调 解放军要无条件听从党 一切行动坚决听从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 海军政委刘小江也发表了类似文章 似乎想与薄熙来切割 看来军中太子党也因为薄熙来发生了分裂 胡文这次是不是敢这么高调的处理这个国习来 而且再把这个军中支持国习来的人全部换掉 或者说是把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再拉下来 在十八大一切来处理 这在中共的近二十多年的历史上是没有的 不过有中国境外华文媒体放风说 江泽民重出江湖插手了十八大军委人选安排 并逼胡锦涛十八大上裸退 事实上中共两位军委副主席和八名军委委员中 有五名委员都到了该退休的年龄 军委在十八大面临近二十年来的大换血 不过不管是职务人江泽民被出山也好 中共军头到处喊话也好 可以预见的是 视军权为生命的中共在军中的博弈更加白热化